欢迎来到洛杉矶台部教会每一天的灵修分享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 陆家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 那我们就一起准备好我们的心 来一起阅读这一段经文 OK 耶稣买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把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在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他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他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缘是交给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一切都归你 耶稣回答他说 经上记者要拜主你的神 唯独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圣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主要为你命令 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离开耶稣再等时机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 众人都称赞他 所以很明显可以见到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耶稣受试探的那四十天里面 魔鬼用三种方式来试探耶稣基督 而耶稣也都完全的战胜了 这样子的试探 那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第一个我发现 它是路加福音 所以当看到路加福音 或者是四本福音书之内的时候 要赶快去看其他的福音书 有没有说到这个故事 然后这样才可以 以多重的角度来了解这一段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马可福音 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还有马太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一节 那在马可福音里面 有说到就是那时候耶稣是 与野兽一起共存 然后有天使来服侍他 然后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说到 就是当魔鬼离开的时候 因为耶稣他确实在四十天内 什么都没有吃 身体应该是非常的虚弱 身为一个人 身体应该非常虚弱 可能他的 我觉得这照理来讲 心态应该也是非常虚弱的 但他成功的战胜了这些试探之后 魔鬼 离开之后 天使就过来服侍他 对 那这是我第一个做的事情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来看 就是耶稣他用什么方式来回答魔鬼的 回应魔鬼的试探 我看到的是他三次都是用生命纪的经文来回答魔鬼 他用了八章三节 六章十三节 六章十六节都是生命纪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耶稣特别用生命纪 那生命纪的特点是在哪里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生命纪 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书 抱歉 我的知识简薄 我得去查一下 就是才发现说生命纪 是当时摩西他们还有跟神 of course 准备给以色列人 有点像是一个 把律对于神 该怎么样子对待神的一个 有点像是 一个rule book 对不起 rule book中文 原则书吗 对 我觉得 所以耶稣当时用生命纪来回答他们 就觉得 我就想到 耶稣虽然是神 但他也是人 但他却没有 违背 他自己 身为人的一个角色 他还是用着 神所给予的方式 来回应 他所碰到的试探 跟困扰 然后我就想说 既然耶稣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应该要更多去了解生命纪 因为还需要去 特别的查 生命纪是什么样子的书 而且我也还是不是很确定 想说 嗯果然 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耶稣都是用经文上面的话 来抵挡魔鬼 那我更应该是更了解 去了解 怎么样子的用 圣经里面的智慧 跟神所给予的教导 来去面对我的试探 对 然后 再来呢 我看到的一些 特殊的地方 就是 慢慢的在读了 大概第三第四字之后 我看到 就是 很明显的魔鬼 用三个方式来 试探耶稣 然后 我个人觉得 这三个试探 真的是 对于人来讲 最常引诱我们的三个三个三个主题吗 对 第一个就是他用人体肉体的需要 然后第二个他是用就是荣华富贵 还有拥有的东西 就是世上的物品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骄傲跟对于神的信心 对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第一个他是说 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 加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 就是 有点是在 在引诱耶稣 用他的 超乎常人的能力 来 喂他自己 就是 这一边他感觉是在测试 就是人的 肉体上面的需要 而因为耶稣 魔鬼很明显的知道耶稣 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 他才会这么说 但若耶稣这么做了 那他就是用他的能力来给予他自己他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也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要需要什么东西 我们要睡觉 我们要买张床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赚钱买饭吃 这样子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喂活我们自己 虽然是一个很逻辑性上面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若是被魔鬼所试探 他说 若你是神的儿子 他是在试探耶稣的身份 我们也可以同一时间去回想 我们是否有背叛了神给予我们的身份 只是想 然后用我们分明是从神而来的能力 用这样的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第二个 他是说 一切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 他说 如果在我面前下拜 这一切就都归你 再一次的 这里 魔鬼 他没有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但他直接是试探耶稣 让耶稣成为 膜拜魔鬼的一个人 因为耶稣照理来讲 其实在这世上以上的 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魔鬼 他自己的 对 因为他要说 因为这原是交给我的 所以 这边魔鬼也很明显的说到 现在这个世界是交给他的 对 但耶稣这个时候的反应是 要拜主你的神 唯独 侍奉他 那 这边也就像我们 现在在世界上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做的一切 不管说是理想 我们 OK 小插曲 我们现在火水大专 再看一本书 是John Piper 约翰派博 他写了一本书 叫Don't Waste Your Life 中文是叫 火出 火火的生命 火出 对不起 我忘记他的中文是什么 Anyway 我们再看这本书 而这本书 其实就在讲很多 现代的人们 很容易被世界上 所拥有的东西 所迷惑 我们反而变得说 我们的生命的理想 是我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社会地位 我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教会里的地位 我可以达到 可以在40岁退休 或者是什么 我在我的朋友里面 是最受欢迎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 这里面魔鬼在试探耶稣 所用的东西 他就是说 所有的权柄和荣华 都要给你 但是耶稣却跟他说 我只侍奉我的神 我不会侍奉你 而在之后 耶稣又有说到 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那其他的都会 加添给我们 对 所以在这边 可以以耶稣为榜样 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想要的东西 都是来自于魔鬼的 但 我们唯一应当做的是 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侍奉我们的神 他必会将我们所需要 都加添给我们 嗯 然后最后一个 他用来引诱耶稣的是 嗯 在圣殿的顶上 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从这里跳下去 就是有点像 对我来讲有点像是 就是 你做给我看啊 就是 分明魔鬼 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不然他不会这样子 引诱他 但他其实有点这样 像我觉得这一边 他就是在挑战 耶稣 或者是 平常对待我们人类 我们的自尊心 我们的骄傲 就你可以做给我看 如果你可以 你就做给我看啊 那种感觉 我就是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人 就你可以的话 你就做给我看啊 然后我就想到 我偏步 anyway 但是就是 其实 again 就是 人的罪 三个最容易 阴让我们 走进罪里面 或者是容易 试探我们的东西 就是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需要 再来是 虚荣华富贵 再来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 自尊跟骄傲 对 但耶稣的反应 是 不可试探 你的主 你的神 我觉得 耶稣 他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 他说 你的主 你的神 或许某种方面 他也是在说 他自己 是主 是神 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不需要证明些什么 就像我们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时候 可能还是 需要证明些什么 像 很常听到的就是 在年轻人当中 就是 哦 我就是要 我的事业要很成功 这样子 我身边的朋友们 才会觉得说 哇 基督徒事业也可以很成功 但 当然 若神 这是神所给予你的道路 你要逃也逃不了 但是 很多时候 或许这会是成为一个试探 就是表示说 我要证明些什么 我才能够表达我是 神的子民 但不 当我们愿意悔改 相信神 跟随神的时候 每一天放下 我们自己 跟随神 放下 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势 我们就 已经是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了 嗯 好 那 最后 我自己在 嗯 在重新思想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哇 这些真的是 人常常会面临到的 很多的困难 但是 当时在耶稣基督 心中的东西 现在在我们的心中也有 那就是我们的圣灵 当时耶稣可以 这边经文里面有说的 被圣灵充满了耶稣 他离开之后也是被圣灵充满的 因为有着圣灵充满 加上耶稣 他本身是耶稣 他 能够跟魔鬼说不 他能够抗拒这些试探 而我们现在 耶稣已为我们死 已让我们与罪 可以有脱离 然后我们心里 有圣灵 我们可以向上帝来祷告 我们有 这么棒的圣经 充满的智慧 主啊 不是主啊 就是主啊 真的是 对待我们何等的好 让我们可以 随时准备好 面临这些试探 但主要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 准备好自己 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可以是 能够站得稳的 因为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面临的 就是这样子的战争 是不是 只有去教会的时候 不是只有服事的时候 而是每天 醒来的时候 睡着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 都是 就是我们的灵 在于空中掌权者的战争 但因为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耶稣的宝血 我们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可以胜过自己的试探 那最后我想到了一段经文 就是马太福音16章24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弃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要上司生命 凡为我上司生命的 要得着生命 所以这一段经文 让我重新的去看待说 其实耶稣当时拒绝 这一切试探 我们也可以 那我们跟随神 才是那永恒的道路 我们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永生 还有真正的救恩 好 这就是我今天 对路加福音 四章一到十五节 的灵修的感受 那我们先用一个祷告 来结束今天的灵修 亲爱的主啊 感谢你 你真的是那 赐给我们这一切 世上的东西 是我们来享受的主 那主啊 愿你也真的是 保守我们不要被 这些世上的事情 你说原本要给予我们 是让我们可以自由 来享受 我们来感恩你的 这些东西 不要让这些东西 成为我们的主 不要让这些东西 成为我们放弃 我们原本的身份 而去膜拜的对象 主啊 因为 你是给我们那一切的神 你是掌管这一切的神 你是拯救我们脱离 黑暗死亡的神 我们所得到最宝贵的礼物 是你 是耶稣的宝血 是圣灵的充满 是上帝的同在 主啊 让我们在 未来的日子里面 遇到试探时 不管我们是知道 还是不知道我们被试探 主啊 愿你的圣灵 持续来对我们说话 也让我们 学会更多的去聆听圣灵 更多的去 对他有敏感 知道说 这件事情 可能是试探 我们需要靠着你的能力 来胜过 因为我们靠自己 什么都做不到 但我们靠着你 我们凡事 都能够得胜有余 主啊 感谢你 真的是愿你持续我们同在 用你的智慧 教管我们 用你的圣灵的勇气 让我们可以走出去 还有用 耶稣所给予我们的保险 让我们每天充满着感恩 凡事祷告 谢恩 充满着喜乐 感谢你主 愿你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父主耶稣 祈求 阿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意味道